啟動表單 啟動完之後的話 輸入資料 輸入之後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是 當我填了這一些 這幾個資料 總共有四個 後面三個 可能就自動帶出來就可以 那怎麼樣自動帶出來 方法很多 那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式 OK 那要怎麼樣可以把填的資料 就幫我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放過來 OK 首先第一個 程式應該寫在哪裡 特別注意 我們如果要寫程式的話 請你再把它關掉 在執行模式沒辦法撰寫 所以你必須切到Visual Bank裡面 然後在哪邊呢 程式特別注意 請你寫在 這個新增 因為當我按下它的時候 它才是幫我把這上面這四個資料 填到Excel裡面去 所以執行的地方在這裡 那要怎麼撰寫程很簡單 直接在這個comment button 上方快點兩下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把程式寫在這個表單裡面 而且它這個有個特徵 它是一個private 它是私有的 就不能被外部呼叫 然後它也是一個sub 那這個sub 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comment button 就是那個按鈕 它名稱叫comment button 1 被click的時候 被click是被點一下的時候 就等於是你點一下的時候 它就執行 底下的程式的意思 OK 那我們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也是 蠻直覺的 盡量還是怎麼樣去撰寫 首先第一個 我應該 怎麼填資料 填到哪邊 特別注意 如果我今天要把這裡面的資料 放到這邊來的話 那你要知道他們 相互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說在那個vpa裡面 你要知道說這個 這個 每個都是物件 這個是一個物件 這個是一個物件 OK 那物件呢 你要知道它物件的 比如說在表單裡面 這個 這個物件的名稱叫什麼 然後裡面呢 如果你要取得資料的話 你用物件裡面的一個屬性叫test 取得它裡面的資料 幫我放到這裡面來就可以了 所以撰寫的方法 特別注意 我就是要把什麼呢 把那個表單上面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要特別 它名稱叫testbox 1 如果你剛剛沒有重新改過的話 名稱一定叫testbox 這個是叫2 叫3 叫4 理論上我沒改了 預設就是 叫這個名稱 那除非說你們可能有刪掉重來的話 可能數字不對 不過我建議你就用1234 這樣比較簡單 那如果說我要把資料放進去的話 蠻簡單 特別注意喔 VPA裡面是這樣 把後面的物件丟到前面去 中間加個等號 所以如果我要把資料放到這邊來的話 第一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是第8列 如果說我今天要放到這裡面來的話 這個叫一個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呢 第8列的A欄 OK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8的數字 將來會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已經增加一筆了嘛 那以後要變9吧 如果你永遠都8的話 那不是一直被蓋過去 OK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這個數字喔 你可能要把它改成可以變重的 就是向下追 怎麼向下追呢 我們這個數字 我先把這個後面先寫完好了 等於什麼呢 等於testbox 剛剛那個 物件的名稱叫testboxe嘛 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資料就點了嘛 點test OK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那個testboxe裡面的文字 幫我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去 OK 那基本上這樣的序述應該可以看懂吧 這個等號是把後面的東西 複製一份到 前面的這個物件裡面 OK 可是問題這個會變動 所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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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